孕妻自行在家吸氧可以吗? 秀红涛,西北妇女儿童医院,产科,主任医师。 孕妻在家吸氧就是要看情况了,是否你需要去吸氧, 氧的浓度是多少,因为有些买了自行氧包去吸氧, 他认为他缺氧,他缺氧的时候, 其实我们要看看是否是真的缺氧, 还是他征绩身体不适。 所以一般来说,如果没必要的话, 是不建议在家里头吸氧的。 你要查出病因,再去做得比较好。 那有些人他是因为体重没有控制好,腹部太大了, 那他的肠道呀,或者是腹部的力量, 影响了他的肺的运动,以后影响了一个呼吸困难。 但是如果家里头小了一个质氧机吸氧后, 症状能改善,或者自己觉得舒服的话, 是可以适当地吸一吸的。 这是不要求常备的,就孕妻的时候, 不要求肠家在家里常备一个吸氧器去吸氧。 我们空气中的养分其实已经足够了, 在家里的养包或者养气的压力和浓度不大嘛, 所以他对于造成了孩子的不好呀, 或者小孩视网膜的玻璃,这种情况非常少见, 除非是在医院里头高流量的吸氧, 而且它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, 可能对孩子是有些影响的。 低流量的少量吸氧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 我建议如果要是觉得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, 还是建议去医院查一下, 一个是心脏是否有问题, 一个是其他有什么不适排除下认称的和没有其他的疾病, 听医生的主度是否能够吸氧比较安全一些。 专家提示, 一、孕妇感觉缺氧, 需要查明病因再去针对解决, 排除其他疾病。 二、孕妻不需要在家里常被吸氧气。 一、孕妇感觉缺氧气。